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溪 今天我婆婆放假 我们先来吃粉 等会出去玩一下 吸粉 吸粉 今天我准备开 我请客了 今天我老妈说本来要我去洗头发的 请我 然后我没去 我在家里洗了 就说要请我吃粉 好吃吗 我都好久没来吃干净粉了 前两天吃了一个馄饨 这是他们的好吃的 好谢谢 我的粉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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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萝卜干 和泡菜和泡菜和泡菜 以前来国异的时候 最喜欢吃他们的泡菜 是泡菜 好 好 好 今天我婆婆放假 本来是想陪她灌街的 后面 后面因为工作的事情 没有办法 我就是说 那我先送你去沙发 然后我再回来出麻将 我呀 第一次的时间在回家 我呀 我呀 四天都等你去的一半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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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够了没有 好吧小朋友 啊 我们该干嘛了呀 想作业了 对 妈妈说你们上美术课给你买彩泥 你也想把作业完成哦 然后你再拿一个彩泥丸的啊 不议 你还想玩彩泥 哈哈哈 想把作业完成好 快点去 快点 剩下的就是预习作业 然后 然后学法当时也还有一题不会做 好行加油吧 妈妈 今天上年班还累得了 哈哈 哈哈 还有好多东西要学习 看你这么多的生股店 然后是不是生股 然后是不是呢 那是 好吧 快点把作业拿出来 开始 十色文具的家 铅皮只用了一次 不知道就到哪里去了 铅皮 只擦了一会 天想擦 就走不着了 贝贝一回到家 就向妈妈要新的铅笔 新的橡皮 妈妈说 你怎么千千丢东西啊 贝贝打了一双大眼睛说 我也不知道 妈妈说 贝贝 你有一个家 每天放学 你都平平安安的回家 你要想想办法 让你的铅笔 橡皮 也有自己的家呀 贝贝想起来了 它书包你的文具盒 就是这些文具的家 从此 贝贝 放学前 都会仔细的检查 铅笔呀 橡皮呀 卷笔刀啊 所有的小伙伴 是不是都回家了 好 今天很棒很牛腻 给你点个饭 加油